上次天文 下次地理 我是戴力干 欢迎收看新闻龙卷风 在新闻龙卷风的这个子频道里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即时的播出 如果你现在是在主频道的朋友 也可以在YouTube里面 进入新闻龙卷风 进到我们的子频道里面 帮我们冲冲流量 但再过个一天 就是228的三天连续假期了 不过这三天的连续假期呢 这个时候你要准备安排活动的时候 外出可是要注意安全 因为最主要西半部地区 清晨都有起农雾的状况 另外就是治安的部分 台南好像有点偏差 但是在讲这之前 李董上个礼拜的时候过年 你那时候来的时候好像有一个讲 现在这时候你要把它公布出来 对不对 来我们先把这个公布出来 让大家知道好了 来来来我们上一次来的时候 我们有介绍有一支 K歌神器 对 就是呢 它可以让你呢 就是咖歌 可以生气 可以降气 可以就是在手机呢 可以直接操作 那整个就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 K歌神器呢 是经典科技公司 我觉得我万一在家里留了答案 我也没中 对好 但是呢我们这一次呢 得奖是谁呢 得奖是在我们的龙卷锋的脸书 上面呢有得奖是吕爱文跟张权 这两位呢是我们得奖 而且呢 来导播 Claus一点啊 我们来注意一下 这边还有照片哦 因为有时候会有相同的名字出来 可是实际上我们还要认这个照片 还有他的这些这个IP位置等等 所以呢 我们要确定就是这两位朋友 请你们赶快跟我们联络 你已经那个中道了K歌神器 我带立冠没中道 因为我有留言 可是 没关系那个立冠哥 你要你直接跟我讲 我就要厂商处理给你 哈哈哈哈 这样不行这样作弊 这样作弊 但是呢这两位怎么选 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下 这是我们是透过呢 脸书上面有一个抽奖小帮手 然后我们是用脸书的抽奖软体 公开抽奖的 所以绝对是公平公正公开 对 好 那这两 恭喜这两位呢 得到我们经典科技 公司提供的K歌神器 全台湾唯一一个 可以呢 升Key 降Key 可以插播 可以就是咖歌 然后呢 所有的就是歌的那个系统呢 可以所有人一起操作 在电视上面呢 就可以直接看到 是非常棒的一个机器 小小一台功能这么多 恭喜你们非常好 赶快要跟我们的小编联络哦 对 赶快跟我们的小编联络 然后我们会请 就是人家呢 赶快把这个奖品呢 寄到你家里给你 来 谢谢李董 嗯 不过看起来 现在这时候赶快联络228 还不知道能不能拿得到 拿得到就可以出去玩咯 228可能还来不及 但是呢 可能一个礼拜 可能要一个礼拜 那没关系 三月份赏花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着K歌神器 在樱花树下高歌一曲啦 对 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得奖的伙伴 请大家呢还是要持续关注我们龙卷风的节目 因为我们不定期呢 也会送一些奖品给大家 就是让大家算是一个粉丝回馈 粉丝到底回馈 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充我们的点阅率啦 所以希望我们当然要双开哦 是 我们除了主频之外 赶快到我们的龙卷风的频道上 帮我们双开 请大家多多帮忙 还有把我们的粉丝数呢 也要帮我们长起来 对对对 订阅按赞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好 拜托拜托 感谢林董 感谢大家 谢谢谢谢谢谢 不过 诶 假期要到了 准备要出去玩了 对 但要出去玩的时候 哎呦 我们这两天看到社会案件当中 觉得哎呦 会怕 真的 怎么会这样子呢 没想到这些 嘎头 居然就这样子被 啊 太可怕了 对 然后呢 警方的整个作为 我们觉得好像 为什么会比这些黑道慢一步啊 哦 真的 让我觉得说这几天哦 我看的触目景形本来啊 我们这一次二二八年假 我们想说呢 整个家族呢 还想说啊 不然我们去南台湾玩一玩 到台南啊 到高雄去 天气好风景好 对对那边天气好风景好 结果呢 看到这新闻之后呢 哇我们刚才起来好恐怖哦 原本都以为呢 就是啊 就是最近应该的 整个疫情也解封了 然后可以出去走一走的 结果呢 疫情解封了 庆祭飞来了 太恐怖了 庆祭比以前还恐怖啊 那个疫情得了还不一定会挂 那庆祭要迟到的话 可能不挂半条命 可能真的就挂了 为什么呢 因为台南发生了 惊动真的是全国 而且惊动高层 甚至呢 行政院长还震怒 长官震怒 为什么 这个好像还是近几年来 最大的一个案件 这是真的是近几年来 最大的一个社会案件 为什么呢 因为台南呢 有一个帮派人士 虾米的黑蜜呢 他居然呢 就是枪杀了他的老大 陈建文 而且跟你讲 杀人手法 非常之凶残 他跟 真的就很像 在演那个什么 无间道 无间道一样 他是穿着防弹背心 或者门徒啊 拿着双枪 冲到老大家里 砰砰砰砰砰 连打九枪 行蜂窝式的整个这样子 把真的就是 他黑到老大 被打跟蜂窝一样 九枪身上15个弹孔 几乎全身都是弹孔 非常死状 非常凄产 非常可怕 根本连救都来不及救 根本单场死亡 对 打死人之后呢 这居然发生在台湾的 不是电影里面 这个真的很像演电影 你不觉得太恐怖了 真恐怖啊 就是杀了老大之后 结果他就自己呢 开车去投案 而且投案的时候呢 还不是在事发的 那个案发现场 其实案发现场的旁边 大概400米呢 就是安平的派出所 结果呢 这个犯人呢 就是嫌犯呢 他并没有 就是跑到这个 最近的派出所 他开到十几公里外的 安平派出所呢 他去投案 奇怪了 进的派出所不去 反而到远的 那他去投案之后 因为警方呢 就非常害怕一件事情 现在怕什么事 怕说呢 这个陈建文被枪杀 这个黑帮大哥陈建文 他的底下的这些兄弟们呢 小弟要为大哥报仇 小弟要为大哥复仇 电影里面都是这么演的 对 怕什么呢 怕结球 所以呢 现在整个警方呢 这个如临大敌 把这个就是枪杀的这个嫌犯呢 虾米呢 是重重保护 而且是秘密在征讯 不敢让人家知道 到底他在关在哪里 为什么 就是因为怕说黑帮寻仇 然后结球杀人 如果再被结球 可以告诉你 整个台南形象近毁 所以那太可怕了 所以说呢 真的就是非常非常恐怖 怎么会发生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这个虾米为什么要 就是铤而走险到 在江湖当中最讲义气 最讲辈分 那为什么小弟杀大哥 小弟杀大哥 其实在帮派里面 是反骨行为 那个真的就是大逆不道 在这种黑帮里面 这么重视排行伦理 而且是你跟过大哥 你忘恩负义 你杀人家的话 那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会走上这条路 一定是有非常大的 深仇大恨 才会做出这样的凤狂行为 里面一定有些问题 才会让这种就是小弟跟大哥反目 那为什么呢 第一个这个杀人嫌犯蔡贤的绰号叫黑臂 虾米呢 他外面其实欠了非常多的赌债 然后他欠了很多钱呢 而且他后来他为了就是想要还债呢 就跟他一起就是一个姓王的呢 这个人呢 他都是曾建文的 他们同时都是跟曾建文 所以呢 都是同一个老大 同门的 算同门的兄弟 两个人合伙做什么 权力车啦 流荡车的生意 结果呢 这生意做一做之后 就这个王姓的这个就是朋友呢 兄弟呢 觉得说哦 你这虾米他呢 可能手脚不干净 短 短抱就是工帐 然后你侵吞公司的钱 所以两个本来是要一起赚钱 对 然后两个就是 为钱而撕破脸 反目成仇 好 反目成仇之后呢 就要把他清出这个车行的这个经营车行生意 好 这时候可能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慢慢的就去看哦 虾米他的脸书上面开始呢 可能是因为情绪不佳 于是po出了很多 让你耐人寻味的po文 第一个po谁呢 他po了杀人 就是枪 十大枪极要犯的 刘焕荣的一个专题报道 就是专题报道刘焕荣一生 他这个杀手悲歌的这个一生的一个纪录片 所以你说这个po文po出来 其实代表了某些含义咯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刘焕荣 当时就是因为他杀大哥 然后变成了十大枪极要犯 当然他已经被抓也复发了 所以虾米在这个时候 他就想要学刘焕荣 有这样的心态开始出现了 对我们从看来一下 他说呢因为蔡秉毅就是黑壁呢 他的脸上就说了 他对他过去是问心无愧的 他二几岁所作所为呢 到现在的付出呢 他也都无所谓 为什么 因为当年他为了帮陈建文扛 就是帮老大扛罪之后就入了狱 入狱的时候 可能当时陈建文有承诺黑壁呢 一些你帮大哥扛完之后 我就让你上位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 当小弟的帮老大扛完 出来之后 老大为了要回馈 给你当脚头 给你地盘 给你好处 让你出来之后 就会变大哥 可是呢 他觉得说呢 过去在这个监狱的期间呢 对他不问不问 事态炎良 这是黑壁的说法 所以呢 当时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就 种下了他对陈建文的怨 再加上他出来之后 出狱之后生活并不顺遂 于是呢 就造成一个非常可怕 如滚雪般的一个恩怨 到最后导致黑壁居然带了双枪 冲到陈建文家里面 直接把陈建文呢 直接连打伸中九枪 当场暴毙 打成马蜂窝了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整个事情的这个始末 第一个 其实呢这个才今年的一月份开始呢 就已经有陆续的很多恩怨慢慢跑起来 首先一开始是这样子 是一月份的时候呢 有一个男子呢 叫阿龙 阿龙他的女朋友呢 被就是一个叫做阿凯的 唐姓直播主的追走 那追走之后阿龙心情很不高兴 因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我女朋友被人 我的亲爱给人打去 不送 于是他想要教训那个就是把我亲爱扒去那个人 于是就找了谁 找了黑米呢 来处理 黑米呢就把这个阿凯呢 就是把他就抓走 抓走之后呢 掳人勒鼠六十万 打一顿之后还要钱 好 那就要这个六十万呢 这个阿凯呢 也付了钱 被打了也付了钱了 结果钱呢 全部黑米拿走 阿龙呢 他一毛钱都没拿到就算了 因为什么 因为阿凯报警 报警说我被人家打了 我被人家恐吓取材 那可能是因为感情纠纷 就是我追了人家女朋友 不爽抱抓走 好 这六十万呢 付了就黑米把钱拿走 这是阿龙的说法 阿龙呢 他说因为黑米呢 把六十万全部拿走 他一毛都没有 还要去背这一条 掳人勒鼠的罪 他不爽 他就报了警 报了警之后呢 警方呢 就去冲黑米那边 因为有人报警 然后也有事实 也有受害者 还有赎金 于是呢 警方呢 就去冲黑米他家 一冲 超出了黑米他 失场的那些枪械 哎呦 那这严重了 他的长短枪 子弹 被警方操走 于是呢 黑米又背了一条 枪械罪 好 背枪罪 背了 对 背了之后呢 黑米他 心情就越来越差 越差之后呢 后来到了 就是 二月的时候呢 就是 黑米他当时 就是觉得说 哎呀 这个到底是谁在弄他 他也觉得是很不爽 于是呢 他当时就怀疑谁 怀疑是不是 他的同 合伙人 姓王 在后面呢 在塞郎 还有陈建文在后面也有 就是在 在里面就是在 在挑拨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第一时间的时候 搜出了枪 搜出了钱 搜出了这些东西 可是黑米却没有 把他收押 对 所以他在外面 他还可以想办法 要做 他要报复的行动 没有错 因为黑米他当时呢 因为已经捅了这一个 鲁人勒鼠的这个枪械 但是当时如果收押的话呢 就不会有后面了 后面这一连串呢 都没事 可是警方却没有把他收押 因为没有收押 他当时就觉得说 他已经犯了这一条 这一条进去 不知道又要多少年 他当时呢 就找 他就觉得怨恨 怨恨就找了 找了人呢 就是要去跟那个姓王的 他当时这个车行的股东呢 去谈判 那结果呢 他们约出来 谈判的时候 这个姓王的这个人呢 他居然 一言不合 拿出折叠刀 直接就捅伤了黑米他的友人 一个姓苏的一个朋友 当时一起去的 他被捅伤 拿刀的捅人之后呢 哇 黑米的小弟 开车的呢 看到说 哇 姓王的 王姓男子呢 居然动手 伤人 杀人的时候 就开着车直接冲了 就发生了 就第一个 就是王姓 王楠呢 在台南被 当街就是被拈毙 对 而且被开车被撞之外呢 还拿 那个开车 那个行凶的 那个凶险呢 还拿刀呢 就戳他胸口 当场就被 在安平的街头被杀死 这个新闻很大 当时想说 哇 好可怕哦 当街杀人 当街开车冲撞 杀人 一个王姓男子呢 被害死亡 然后结果 这个呢 事情发生之后 开车撞人 开车杀人 这给于变成第二件大事情出来了 对 这是之前哦 对 好 这个 这个姓王的死掉之后 结果呢 所有的 就是一些 毛头通指向谁 是黑咪 为什么 黑咪你的小弟嘛 那就是黑咪你的问题嘛 所以呢 非常多的人 就包围黑咪他家 他妈妈家 他老家 吓得黑咪他妈妈 六十几岁的妈妈呢 躲在家里面 不敢出来 家里面被撒名 只被破漆被他撞门被他叫嚣 好 黑咪当时看到他 一般来讲 黑道寻仇 不会寻到老家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说 罪不及妻儿 而且尤其又是家里面的老母亲 一般来讲 也是比较少发生 对 那黑咪认为说呢 这一个 这谁 应该是 陈建伟你教所人家呢 来我们这边 来我去弄我的家人 于是他开始就不爽 他开始呢 就想说 那他想要就是把那个 陈建伟要把他杀死 结果呢 他要杀陈建伟的时候 他还故意做了很大的计谋 为什么 因为他 什么样的计谋 他先叫他的同伙的这个 他们这个犯罪集团 里面一个姓 真的男子 他呢 就跑去跟警方呢 投案自首 他去投案自首的时候 因为警方认为说 哦 有人投案 你一说这样 你一说前面的案子 对 前面那个 有人扛了 对 有人扛 有人投案 警方认为说 有人投案了 那案子可以结了 还以松懈 对 然后呢 于是在投案过程当中 警方比较松懈的时候呢 黑咪他就带着 双将带着 反弹背心呢 就要 就去杀了 陈建伟 而且还有个插曲 插曲什么呢 其实一开始 黑咪他原本 没有要自己动手 他是只是 他的底下的一个小弟 姓刘的小弟呢 说这件事情 你去做 让他去杀了 陈建伟 结果他那个小弟呢 因为 就是他家人呢 知道了说 可能他们 会有这样的大火拼 会出事 挡了不让他去 所以小弟去不了了 小弟被他走 被他有怀孕的老婆 还有家人呢 这团团围住 寸铺不离 24小时 家人的全程 跟肩紧盯 不让他出门 于是没办法 那个小弟自己不能去 就黑咪自己呢 就披挂上阵 就冲去把陈建伟杀了 好 那这个整个下来 其实呢 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情况 可是呢 如果你警方 在第一时间 这个唐信直播组 就这个鲁人案的时候 你抄到了这些枪械 他这个时候 你就让黑咪呢 把他收押的话 那就不会有 后面这连续的事情了 后面这些连续发生的 通通都不会有 不会有 在安平街头 那个姓王的死者呢 被人家开车碾 被人家开车筒 当场死安平街头 就不会有后面 就是人家呢 跑去黑咪他家里面 跟他妈妈围起来 撒名子 叫嚣 破红漆 也就不会有 黑咪呢 拿着双枪 去杀陈建伟这个连环反应 为什么 一个就是 一个一堆 二堆 三堆 很简单 他一个被关了很久 出来的人 然后呢 又被抓到了枪械 他不愿意再进去了 他不愿意再回去了 对 他想说 我就跟你拼了 就一拼 就拼到现在这个情况 对 而且这一拼完之后 其实整个安平地区呢 他的整个当地的角头势力呢 开始大洗牌 整个安平角头势力大洗牌 因为有人被杀掉 有空缺出来 有了空缺出来的时候 就有人想要去卡位啦 对 因为其实这安平地区呢 有三大地方势力 陈建伟是一方地方势力 他呢 其实他是以经营 他虽然说的表面上 是经营茶行为主 但是呢 这个茶行 其实呢 他底下的经营的产业 有酒店 甚至有毒品 有很多的一些灰色地带的生意 帮他瞧事情啊 讨债什么的 他底下其实也就是一个黑帮 所以茶行只是一个黄 对 他就是一个当地的黑帮势力的角头老大 那这个就是黑币以前是跟他的 然后后来那个姓黄也是跟他的 那他他呢 这一次是他被杀了 好 他被杀的时候三个三大当地的角头势力呢 一个被杀 那另外一个呢 姓黄 这个姓黄的呢 就寸台语 就他的外号叫寸球 这个寸球大了呢 他后来就是因为他是靠就是走私起家的 然后他后来也被关过 被关过之后 开始就在当地开餐厅 虽然是开餐厅 但是他的因为他的整个地方 经营的非常的绵密 所以还是地方的一方大佬 可是他得了癌症 得了癌症之后就淡出江湖 慢慢的就势力就 比较绅士就下来了 那他那个区块就空出来 好 陈建文被杀了 这个寸球大了呢 他得了癌症之后淡出江湖 所以现在整个安平呢 感觉上就变成了土鸡大一家 独大 因为呢 他当然也因为走私 也被抓 因为枪炮被抓 所以也被关过 被关过之后出来 后来也是开了餐厅 那但是呢 因为三大势力里面 一个呢 现在被杀了 一个得癌症 所以大家预估呢 整个安平势力 他会变成唯一一大 还是说三族鼎立的 这个局势呢 改变了 被一家独大 那他们 他们家族呢 有可能还会派 就他们的二代呢 出来选议员 所以他们当地的整个 就是因为政商官 地方势力 全部都被他们难刮了 全部都被难刮了 所以大家目前呢 看好安平一代呢 最新的华氏人 应该会是 就是灵性的 投给土的他们家 那这样子看来 那希望安平地区能够平安 那当然我们希望安平地区能够平安 可是安平地区真的太不平安了 为什么 因为真的太可怕了 那你要看哦 台南的警方 我们来看看 台南的治安这么差这么烂 那谁该负责 他说是不是那个局长该负责 好局长该负责 那局长出包怎么办 局长换人吗 我们来看看 到底台南有没有换 来台南两年 换了四个局长 两年换四个局长 平率算很高耶 因为治安乱七八糟 事情太多了 包括什么 之前那个大马的女同学 被杀的事情 对 包括什么 包括呢 他们当地 就是1999呢 就是一个月 哇十五 十五件案子中丢给警察 警察实在是太 loading太重 甚至呢 有什么就是警察被人家刺伤了 枪 就是有那种枪击事件的 结果呢 这变成什么样 一有状况 就换警察局局长 一换警察局局长 一换 二换 三换 两年换四任 可是问题是换的这么频率这么高 他对于这个地方的了解程度够吗 真的是 如果不够的时候 你不是换来的人 他还没了解状况 地方就又出事了 而且呢 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样子搞下去变成什么 变成了警察局局长的任命权 会落在黑帮老大手上 为什么这样 怎么说呢 很简单 今天呢 这个警察局局长上来 然后呢 开始要整顿治安 开始弄我的地盘 抄我的堵盘 我就故意让你出一些事情 好 我就叫底下小弟 你给我闹事 找几个小弟带喷子去 开几枪 然后呢 把街头弄乱一点 好 弄乱之后 反正只要 一有枪击 一街头一乱 一打停下 那局长就被换掉了 局长就被换 对 局长被换 我就没问题了 是这样子吗 这样子是不是变成说 那这样看起来 只要哪个局长敢不听话 我就给你出乱子 对啊 那这样子变成 你所有的局长的 整个任命权 就在局长手上了 这样子的做法 其实我就觉得 我是反对的 因为你要摸清楚地方势力 你一个局长上任 你要摸清楚地方势力 你要搞清楚谁是谁 要怎么样做 那需要时间 然后呢 如果你今天动不动 因为一个事情就换人 一个事情就换人 那当然就不行 是 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呢 你要说到 那这样子 难道台南没有政府吗 难道台南市市长 难道就是 就是我们警政署 难道东北市长 对啊 很努力啊 对啊 我们的市长黄伟哲 他在忙什么 忙着就是呢 第一个在吃滚肉饭 在比说滚肉饭好吃 还是滚肉饭好吃 那之前的事情 对还在比什么 在比那个 丝木鱼台南好吃 还是高雄好吃 最新的呢 在比吃汤圆 他吃汤圆也能比 对啊 因为你看他就是 他开始泼出来了 台南的汤圆跟林佑畅啊 两个在比汤圆啊 可是这时候 应该不要比这些 你应该要注意的是 整个治安的状况吧 因为你整个 台南治安太严重了 你没看警政署长 都南下了 对 直接下去作证 那拜托一下 台南的这个 我们的大家长 黄伟哲市长呢 多关注一下 可是你想想 如果当地台南人的话 就会觉得 那前面赖清德好像还不错啊 赖清德时候的治安状况 至少比现在的状况要好啊 对 但是 如果用相对论的话 对 相对论的话 赖清德的任内 确实比黄伟哲任内好多 因为黄伟哲任内 确实发生了 好多件的社会 不该发生的发生的事情了 表示什么 表示是不是 整个台南的军 整个警政系统 罗斯兵开始在松了 对 也不要说只有台南松啊 那高雄其实也在松 高雄我告诉你 我过年时候下去 我发现 晚上十一二点 高雄几乎每个路口都有警察 对 每个路口都有警灯在闪 对 我那时候就觉得 哇 高雄的治安好好 马上 晚上的见警率超级高的 是 但是虽然就是说 哎呀 这很多见警率很高 可是见警率很高 就代表治安很好 见警率很高 就代表整个罗斯丁很健全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所有警察通通上街就好了 不是这样子的 你去看哦 有几个 有几个事情 大家觉得说 哎呀 整个高雄其实呢 是不是罗斯丁也松了 怎么说 第一个 大家想说 哎呀 这个警察局呢 从那个分局长 分局长到所长 是不是一条边的整个 的一个指挥系统 当然是要连贯搭 从所长呢 应该对地方要很熟 因为派出所在地嘛 好 结果呢 就有一个分局 林雅分局呢 分局长 梁信芬局长呢 他生日 他生日趴的时候呢 居然 哎呦 怎么了 有个五虎将出来 五虎将不是那个张飞造 就是关羽造 是他的 他辖下底下 你害我想到 投名状的电影 五个派出所所长 这五个派出所所长呢 他们居然帮长官庆生 庆生的时候呢 就延起了朗塞 五个所长呢 就排一排 拿起了外套 然后呢 就开始朗塞 后面呢 整个 后面 五个人呢 就排成一个 五龙五尸的形状 哇 影片上传之后 你让我想到一部电影 雷洛传 你有没有注意到 雷洛传 里面就是有点 这样的桥段的场景 也就是说 今天 长官生日 底下的那些大探长们 这地方主管们 开始呢 为了要让长官开心 拍马屁 拍马屁 拍成这样子 这不好的习惯 这个真的是 人家就说呢 哇 这五个未来升官可期 是这样子吗 所以你说这些人只要这样子做完以后 以后就跟雷洛下面的那些探长一样 每个都是官运很通了吗 对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你怎么会文化插成这个样子 而且呢 这个其实这个 这个分局长 其他的作风 很多人也觉得说 是蛮奇怪 为什么 因为他居然呢 可以 之前被人家踢爆什么 他可以呢 在他的整个 勤务教育的这个大会上面 就是联合勤务教育 这个很重要 所有的 出任务前很重要的事情 所有的这些警员 所长啊 警官啊 刑事组啊 大家呢 一起通通叫来 要勤钱教育 要做 等于说就是 定期的教育训练 他这个教育训练呢 他居然找来什么 找来了气功大师 那教大家练气功 说这样子呢 可以帮助你呢 就是因为有同事呢 心机梗塞 那你我们请气功师傅呢 来教你气功 你说在这个 这个大会里面在练气功 对 这个大会里面 里面不是在练一些战绩啊 或者是找这个 陪营部队来教你们一些 这个 这些特殊的战绩技法 就居然是在练气功 对 抓歹脱的时候练气功 你觉得歹脱会抓得到吗 正常来讲 你警方的这个联合情务教育 应该是在你的本职学能上要专精 对啊 结果你怎么会 到底怎么样破案啊 侦查啊 不就跟那个印度的边防部队 会在那边练瑜伽一样 对 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说 啊这个 这是神逻辑啦 我觉得这种神逻辑 但是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说 当然 新闻爆出来之后 相对这些人 因为观感不佳 一定会被处理 对 可是呢 整个警政系统 螺丝钉是不是松了 是不是这种观察文化太恶劣 那真的 我们高雄跟台南两位市的 两个市的市长呢 你也要去检视一下 你自己的下面 不过我要替你们讲一句话 现在是非常好玩的是什么 这些高雄市警局的局长 或者是台南市局长的调动权 哎呦 在谁说 在中央啊 不是在市长手上 没有 在中央 那为什么跑到中央去了 对啊 所以这很奇怪 因为照理说 你应该地方的局长的任命权 因为地方的市长 是最了解状况的 最了解地方是 就不是啊 就是中央可以 那韦哲兄不是很衰吗 对啊 所以上面要换 他也只能跟着换啊 是啊 那韦哲兄 有够赛的啊 所以啊 碰到这样的状况 然后下面出了这些赛事 那他要扛啊 他要扛啊 他要扛啊 对他要扛啊 哎呀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 我觉得也是蛮惨的啦 所以说真的要留意 不过讲真的哦 看广告就是支持中天 请大家多多支持 最近这种社会风气呢 也真是很败坏 嗯 败坏到怎么样呢 怎么样败坏 败坏到就是呢 很多那种 刚刚讲的是杀人放火 对 杀人放火之外呢 坑蒙拐骗都出来 所以坑蒙拐骗呢 这去年的案子 就是有一个网红青青 网红青青呢 他呢就说 哎呦 他跟就是 另外一个他的朋友 要放火了 就是因为有情色 情色纠纷 就是可能是有 就是感情纠纷 结果呢 青青被爆出来说呢 哇他仙人跳放火 哇这个仙人跳 怎么要设局 为什么 因为他被 就是照片被拍到说 那个放火 跑到青青家里面 结果呢 青青跟他勒索 勒索了25万 勒索之后 后来呢 闹到警方去 那青青呢 他的工作也丢 他的那个直播工作 也丢了 好 结果现在最新的消息 出来了 青青他被转为 被告被转为证人 是因为什么 因为后来发现说呢 青青他当时呢 这些威胁恐吓这个放火的这些话 就是要跟他勒索的话 勒索完的话 都是青青的男朋友呢 就是他的教唆要求 然后不断的施压 所以说他们的对话都出来了 所以你说这个背后 居然是个仙人跳 而弄到最后呢 不是青青在主导整件事情的 是青青的男朋友在主导 所以青青等于是 青青就被他的男朋友呢 被胁迫之下 被胁迫了 然后可能是 就是被他的男朋友逼到他去 跟放火要钱 所以这边就整个都出来了 这边写的说就是呢 就是他呢 就是直接写的 就是现在出来 把东西都走 不然我把男生说要打断 哇要找我怎么啦 算了不想想了 好 但如果要见票可以找你 不会那你要自己来吗 要不然呢 还是有叫人 是不是你有落狼啊 就是不要希望人这样子啊 那他 而且说青青是什么 我只要说可不可以 他的钱 我来出 你给我两个月 你还给你就放过他 做错的是我 青青呢 就说我可以帮 放火还钱 主要就是因为青青的男友 他要二十五万 结果青青他自己本身呢 他后来还自己要掏钱 去把这个钱付掉 付给他的男朋友 对 所以 但真正在要钱的是青青的男朋友 只有可能 只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个社会到底 怎么那么乱啊 怎么这么乱 对啊 这太乱了 有些事情还是单纯一点 可能比较好一些 可是你说 直播主好像感觉上 刚刚讲到这青青 她是个直播主 现在直播主超级多的耶 对是直播主非常多 多到爆 很多都很漂亮 然后直播主 因为很漂亮 直播主当然他们可能 钱就赚得快 对 那钱赚得快 难免生活呢 可能遇到比较复杂的人呢 就生活开始变得比较复杂 也复杂了 有可能 但是呢 有很多直播主的确实 真的 哇那吸金 还有吸金 眼睛的金 跟黄金的金呢 都很厉害 怎么样的厉害法呢 最近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直播主 他光靠什么 光靠睡觉 说直播睡觉 直播睡觉呢 就一万四千人 睡觉 我看了好忌妒哦 你知道为什么 我最近我还在看 真的 真的你也在看吗 我也在看 你也有看 你没有告诉我 我也想看一下 我早就我把那网址赖给你啊 讲这个我觉得说 哇我们这 厉害看 我们那么辛苦 做龙卷风节目 要讲这么久的话 讲到这 嘴巴传播 结果呢 我们的点阅率 我们的点阅率冲起来 比不过人家 一个在睡觉 我们的点阅率 比不过在睡觉的 我们两个人睡觉 大概没人要看吧 对啊 还是说下一次 我们试试看 人家人家睡觉 睡得多美啊 人家睡觉 睡一睡 就睡觉开直播 我跟你讲 一万四千人 我昨天傍晚睡 就是注意到 对 然后我昨天晚上还在看 我那时候看的时候 他刚睡一个小时 对 然后到后已经睡到 晚上的睡了几个小时后 那个数字一直往上标 我看出来 六千多到七千 对啊 到后晚上到一万四 所以我老说 下次如果我们 虚拟龙卷风 就播出是立刚睡觉 没有人看 我们来看看 没有人看 奶奶看应该 奶奶睡觉比较多 到底多少人看 不要做不 不会有人看的 对啊 所以说真的是 哇你看 人美真好 这么漂亮的美女呢 睡个觉开直播 还有一万四千人看 对 好那其实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其实 还有人抖泪 有人抖泪啊 对啊 睡觉还有人抖泪 睡觉有人抖泪 对啊 我觉得说人美 人漂亮 正妹就是没话讲 对啊 像我们这种 睡觉没人看好不好 卖万坦了 卖万坛了 这爸爸妈妈生给我们这个样子 不用想太多了 那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其实 她是大麻女团 黄明志这个大麻 这个金牌歌手 黄明志旗下的大麻女团 阿妹阿妹呢 阿妹呢 对她的里面的这个女团团员 那这个女团团员 其实她呢 出道非常早 她当时他们这个女团也拍了很多MV 很有名 那后来呢 她女团呢 就是整个拆伙了 解散之后呢 她就去开直播 用那个王一婷 ET的名字呢 在开直播 那开直播呢 其实她在16岁的时候 就很有名 为什么 因为她16岁就写歌 她16岁就写歌 而且她16岁就写歌 还骂马英九 当时就爆红 后来呢 就是黄明志呢 Lamway呢 就把她签到她的那个女团底下 那她呢 就是最近就是这个直播 就昨天这个直播 居然有一万四千人 可是坦白讲 直播睡觉这个事情呢 她不是第一个人 她 她不是第一个人 之前就有 可是她这个睡觉看起来很唯美 很唯美 真的很唯美 而且之前直播 开直播睡觉 还赚她钱 更加上升级就算了 那一个一定是个漂亮的女生 对 应该是美女 对不对 应该穿薄纱睡衣 对不对 是 结果不是 我告诉你 是个男生 你看了之后 你会吐血 为什么 我就 拜托 真的是 你看 看不下去 我要喝水了 这个什么 搞什么鬼 搞什么鬼 这个是抖音的直播主 谁家的原山 12小时直播睡觉 居然呢 有1857万人观看 而且土内金额呢 高达多少 高达到了83万 她土内竟然83万台币 吓死人 可以买一部特产车 对 那她自己 她自己分得 因为土内要分钱 八十几万是粉丝 八十几万粉丝 八十几万粉丝 三十几万台币 他自己会拿到三几万的打赏 哇 三几万打赏 很可怕 粉丝一夜从三万八变成83 对啊 所以说 万 83万7 万哦 所以说这种全部非常闷 对不对 好 这是案例之一 另外案例呢 让我看了眼督 而且这种Andy这个大叔 就是跟我差不多年轻的大叔 跟我一样差不多胖的大叔 开一个直播呢 他应该比你年轻吧 对 应该差不多吧 对 结果他的号称是什么 号称说呢 用斗内叫醒Andy 什么叫用斗内 因为斗内会有叮叮叮叮 对 然后用叮叮叮叮叮叮 你这样子难不成有人真的斗内他 一个晚上赚44万台币 一个晚上44万台币就睡觉 这样子可以斗内试吃饭 你懂晚上要不要试试看 对 我在想说我开直播可能应该没人看 黄敬平会看 不舒服 我觉得 我会叫黄敬平看的 那其实呢 这是大陆直播组 那台湾有没有厉害的 台湾有啊 台湾有直播 其实直播组呢 他们这是各显神通 对 像台湾这个Pen Piano 他呢 Pen Piano很熟啊 很有名 他故事我们讲过很多遍 他呢 其实你看哦 他的粉丝数 居然比我们高这么多倍 为什么 我们新闻龙卷风的粉丝数呢 也差不多在六七十万 七十万 对 六七十万 他呢 两百零七万 哇 两百零七万粉丝 哇 订阅人数这么高 这么多 对 对 那他的随便一篇呢 都是百万点页率的一篇 对 我们这龙卷风到现在 还没有一篇是百万点页率 可是他光一篇就百万点页率 对 光一篇百万点页率 对 你看 真的是 你看 你看 人比人气死人 那我觉得说 一天前就十六万 对 所以 一天前就有十六万 那他们到底怎么起光的 然后呢 如果是到了四天的话 就已经二十九万 对 那如果是到了一周 他就五十万人了 那如果到了两周的话 哇 不得了 七十二万人 三周一百万 对 三周可以过百万 天哪 三周的影片就一百万人 对 那这些 他到底是怎么样 可以红起来呢 其实Pan Pano一开始 他就是 他没有露脸 他希望大家呢 专注在他的情意上面 所以他弹钢琴弹的 真的还不错 真的很好 对 所以他呢 不露脸弹钢琴 这个时候呢 大家其实 点预率不高 后来呢 哇 他变了 他开始cosplay 加弹钢琴 所以前面的部分 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在底下这个部分 你看到没有 对 他底下 穿正常的礼服 穿礼服的 就点预率不高 你看 就是几千 几千 几千 几万 一万四万 几千 一万两万 几千 一万两万而已 可是cosplay以后 你看三个月前 就到两百九 两百十九万 所以说 我们是不是以后 我们也要cosplay 你cosplay没人要看 真的吗 对 那我跳肚皮肤 我觉得我们小天使 如果cosplay的话 会很多人看 真的哦 对对对 所以对 小天使有本事 应该有本事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那个制作人的话 更没办法 这太难了 完蛋了 我们两个人下去 可是制作人就把我们两个 翻了掉 要跳起来打哦 好 那Pan Piano 你看他的成功在哪 第一个 他就是找出 他跟人家的差异性 因为他就用了 他的整个变装 然后cosplay 然后露出他非常好的身材 然后弹作非常好的音乐 那造成呢 就是大家的喜欢 那异军 异军突起之后 他就变成台湾 非常有名的网红 可是呢 讲到这网红呢 到底他可以赚到多少钱 他到底营收有多高 我跟大家讲 这真的世界上有统计过 让你想不到 你是说想不到的高吗 想不到的高 让你 而且呢 这个高 你想说 哎呀那我知道 美女刚到 现在是女神比咱咱还多的时代 当然 所以呢 一定是美女网红 一定的 已经穿得非常的清凉 不用想太多 所以呢 他的整个节目呢 一定非常多人看 女生才有很多狭想空间 很多的宅男都去抖内他 而且坦白讲哦 疯狂应该也是其中之一 对 女生 男生爱看美女之外呢 其实女生也爱看美女 好 那结果呢 你看就不是哦 全世界 真的假的 全世界最有名 全世界赚最多钱的直播主 是谁 是小孩子 是小朋友 怎么会是小朋友 是富比斯的统计 二零二零年的全球收入最高的YouTuber 是美国德州九岁的男孩 Lion Lion他呢 Lion为什么是赚最多的 他全部年收入八点三亿新台币 另外呢 他还有其他的品牌代言相关 他除了直播收益八点三亿之外 他还代言很多的品牌玩具服饰 总共赚进了五十六亿三星台币 九岁的小朋友 九岁小朋友 他有这样的感受 他拍什么直播片呢 拍玩具开箱文 就是玩玩具给你看 告诉你现在新的玩具是什么 怎么玩 怎么好玩 像这种玩具开箱文呢 在网络上非常的流行 很多爸爸妈妈跟小朋友都喜欢看 而且呢 看完之后呢 现在都生孩子啦 看了就会去买玩具啦 看了就会去买玩具 对啊 所以呢 那可是你要注意哦 因为他这样子开箱 这么多全球 有多少人在看他开箱玩具 对 他的市场可是全球的哦 太可怕了 对 真的 你这样看哦 光就是开箱玩具文的直播影片 就可以有这么大的收益 好那第二 第七名是谁呢 又一个小孩子 六岁的也是一个小女生呢 他呢 就光光开箱文玩具 还有做家事 一年呢 就赚五亿两千万 而且呢 他呢 有十一个频道 他整个订阅人数 总共加起来 有两亿人订阅 天啊 我们台湾才两千三百万人 他光这小女生就有两亿人订阅 两亿人订阅他的频道 而且呢 他呢 整个总观看 他的所有十一个频道 所有的浏览率呢 看到三百九十亿次 三不是万是一 三百九十亿次 哇天啊 我们龙泉风可能做五年都不一定追得上他 不会啦 我们希望不要 五十年订阅都追不上 我们希望 三百九十亿 不是万是亿 你说做个十年五年的三百九十万 还有可能 你只知道三百九十亿 对 他的整个总观看 次可以到三百 他十一个频道 有没有看到 三百九十亿 真正网红是谁 真正网红 六岁的 九岁的小孩跟六岁的小朋友 他们就有这么高的一个观看量 对 所以真的在这个网络时代 什么样都不奇怪 赶快订阅YouTube中天电视频道 以及YouTube中天新闻频道 参与最强互动直播 新媒体 共享数万人在线一起爆新闻 好 我好想看好多主播 小麦主播吃好主播 亚洲直播时补主播汉堡主播 可以搬到吗 你最喜欢的主播 教会随时点点名喔 那其实在中国大陆 也有这样的小网红出来 包括什么 包括这个彭叔在等待 他们山东小姐妹 他们就拍两个小姐妹 美好跟喜悦 做一些短剧 装扮做短剧 一个月光直播收入 可以到一个月六十万台币 哇 很好看耶 小童心也差不多这种等级而已 人家本身就是人家看了喜欢 会想要看下去啊 会想要看下去 会抖妹嘛 所以现在出现什么 大陆就出现了啃小竹风潮 什么叫啃小竹 或者是大人想看的这个影片呢 就有这个谁 这个大胃王女孩呢 三岁而已 因为她做什么 做吃播 叫三岁小女孩做吃播 吃到现在三十五公斤 天哪 三岁三十五公斤啊 太夸张 哇 人家一般来说 都是已经到九岁十岁的时候 三十五公斤 三岁三十五公斤 相当于成人的时候 相当于破百 那这真的就是 你说相对论上去的话就不得了 太可怕了 这个小孩子才三岁 他的健康都被摧毁了 这太可怕了 而且有些呢 是甚至被什么 所谓的网络公司 直播公司 网红 彭网红公司呢 拿来当什么 拿来当赚钱的工具 就像这之前 大陆很有名的小朋友 叫小马云 为什么 因为他长得实在跟马云太像了 所以呢 他很多的直播节目呢 大家就喜欢看他 就看得非常开心 结果呢 因为这种热潮很容易过 一旦热潮过了之后呢 哇 这个小马云呢 他马上被赶回农村 而且他的智力被判出来 他是智力上有缺陷的 残疾人士 所以说呢 他就被丢回农村之后 他一个月其实也只有几十块人员 人民币的生活补贴而已 落差变这么大 落差非常大 所以呢 为了这个事情呢 中国大陆他们开始做什么 做了一个改变 就是说呢 今天呢 未成年的呢 是不准当直播主的 已经 已经在严格要求跟规范了 开始规范了 为什么 因为不可以把小孩子呢 当作赚钱的工具 对 包括台湾有这样的法令 台湾很多的同心的工作 像电视台外面就有啊 同心依法在几岁之后不能工作 对 这个其实是有 应该要严格规范的 是 因为不规范的话 有时候是小朋友的成长 就会受到了大人的影响 可能对于他耳后的成长过程当中 都会有一些伤害的 对 那其实现在网红 现在真的是网红当道 网红当道 当道极限 刚刚就是哇 发家致富 你看那个太多人订阅对不对 另外一个呢 除了发家致富之外 有人网红当道 当道他就可以去从政报国 哇 这么厉害啊 网红去选议员 去选那个什么委员的 有啊 你看那个瓜吉就是网红出身嘛 对对对对对 那之前那个被罢掉那个王浩宇 也是网路出身嘛 对 那现在就有个最新的 这个QN黄拉姐 她也是桃园 她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乡民女神 她真的网路声量非常大 她在很多年之前呢 就经常呢 po很多的所谓的美照美图 那甚至穿了非常少的美图呢 在PPTT论坛上面呢 曾经当选过风云人物票选第一名喔 那她现在什么 她现在要从政 她现在要去选议员 为什么 因为她其实真而待 为什么 因为她的爸爸呢 也就是桃园的私议员呢 黄锦希 她是黄锦希的女儿 所以呢她准备要接班 她呢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网红 想要转就是政界 那看起来这个声量都还不错 声量不错 那看起来也是有机会的喔 她原本在网路上面就有她一定的知名度 有一定的人喜欢 但是呢到底这网路声量能不能转换成后面真正她的这个问证 或者真正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呢 我们真的不清楚 我们还得要再观察下去 但是呢至少她懂得去用运用这个人气去转换她的口道 但是至少她在网路上面的名气呢 会为她的整个知名度做一个很好的广告 但像现在因为这样人呢长得漂亮就很容易变网红嘛 还有谁 其实呢我们有有一个那个国民泱泱啊 就是国民女友啊 神是国民女友泱泱的这个 算是少卫女军官呢 在金门叫蔡沛玄 她最近也是非常红 她真的是军官啊 她真的她就真的是军官 所以她不是只是穿驱服照相而已 不是不是她是军官 她宣传呢除序啊 就是宣传除序的 因为她是 她是 举官是宣传 宣传的结果呢一出来之后 哇 好漂亮啊 那个举光日多少的这些个阿兵哥看到的 看了我都想去当兵啊 真的吗 对 我已经退伍了啦 你举光日的时候以前 有没有过来专心看啊 举光日当时一定要看的规定啊 一定要看啊 礼拜四都一定要看的啊 所以每个礼拜四大家看到的这一位 啊 对 插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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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 跟羊羊好像真的很像对不对 是啊 那另外一位很漂亮 那这个是警察 他应该不少人追啊 应该 我在想在部队里面应该蛮多人 对啊 一定一堆人追啊 那这个是在屏东的女警员林孝云 她呢 你看 她在平常在IG上面 对 她是执情的画面 实际上她平常在IG上面 她发的这些美图带的小狗 你看哇 很多网友看的时候 真想被她取缔 她在哪里执情 我要去违规让她取缔 你看 你是不是跟以前那个运转手那部电影一样 真的很像啊 对不对 每天就是故意绕圈圈让女警取缔 为了目的是想要追那个女警 对 因为真的 运转手自恋 好漂亮的女生 而且当警察 真的大家觉得说 其实呢 很多人喜欢看美女 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看 可是坦白讲 美的事物看起来多么舒服啊 美的事物看起来真的多舒服 那最近呢 又有一个美女呢 哇 上遍各大版面 真的啊 真的很漂亮 讲真的这个照片呢 大家 因为我们碍于尺度关系 所以我们只好 那你为什么要把她眼睛抹起来 眼睛不要抹 漂漂亮亮的干嘛抹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没办法 因为她是社会案件的 她是社会案件的涉嫌人 所以呢 是这样子喔 我们只能够把它抹起来 要不然你如果不抹的话 我相信这个画面 应该蛮漂亮的 她的这个照片 我看 我在 我在网路上看过 没有马的照片 嗯 好 那没有马真的 我看到你眼睛都在发亮 真的很漂亮 她是就是 她是非常有名的 艾米琳学霸妹妹头 妹头 什么叫学霸妹头 什么是学霸妹头 就是呢 她是因为 仲介跨海麦春集团 她是首脑 她 她首脑 就是我们俗称的妈妈桑 我看她年纪并不大啊 对她30岁左右而已 这么年轻大首脑 一般人想听到妈妈桑 就想到 我们去酒店一去 妈咪来 妈咪来就妈咪来 叫做一个中年妇人 对啊 妈咪不是都是老老的 肚子大大的 穿个旗袍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这样子喔 她呢 你想想看喔 她是学霸 她国中 她高中呢 是台北市的明星高中 那很厉害 毕业之后呢 上了新北市 非常热门的大学 讲的一口流利英文 外语人力非常好 那这样子等到 毕业之后可以到很好的公司啊 毕业之后到她的这样的水平呢 毕业之后到很多的外商公司 她可以有很好的职位 而且她可能还去 可以去当空姐啊 因为空姐最重要的就是英文啊 她也可以去考很多空姐 色外很多都可以 结果没有 她毕业之后 马上跑去酒店陪酒 为什么 因为她向往快速赚钱 因为她一毕业之后 她该不会是看了日本那部电影 才变这样 我不知道她看了什么 但她价值观 那个故事啊 有部电影 就是价值观 你说的是新宿事件 不是新宿事件 陈隆演那一部 新宿陈隆 那个是古早的 好不好 有一部歌舞伎丁的那个故事 专门演那个歌舞伎丁的女生的事情 好 其实这种故事很多 现在社会很多人 真的是笑评不笑 藏 这太恐怖了 她呢就是整个 这样就把自己医生毁掉 价值思维变了之后 她就跑去走 她就跑去坐台 然后一个月可以赚了十几万 赚了十几万之后 她觉得这样太慢了 真的太慢了 于是什么 于是她就跑去什么 跑去跨海到美国呢 去从事歧视行业 英文流利 所以她跑到国外去了 对 她到了国外去呢 结果到那边 她就认识了她的男朋友 也是个酒店经纪 她认识了男朋友之后呢 两个人呢 开始慢慢的发展了 现在这个算是很有名的一个跨海 蔓延集团 开始在网络上面的招揽什么 招揽很多我们台湾的这些女生 年轻的女生 然后呢 上网她就是用这种 让你就是可以快速致富 赚很多钱 让你住豪宅 而且她告诉你喔 你加入我的这个集团 到国外去 那你只要呢 穿着性感的睡衣上班 然后呢 你可以住豪华的 美国的游泳池的宿舍 然后你可以赚很多钱 你可以呢 就是每个 就是每两个星期 到一个月的 这个旅游的行程 把它订出来 然后你到那边去 赚很多钱 可以回台湾 而且呢 一个月可以赚个上百万 记得 看广告就是支持我们中天 请大家多多支持 爱你喔 那她还会告诉你说 那我会帮你安排到美国 可是进美国海关 大家要知道喔 如果是美国海关 女子单身 未婚 年轻 工作可能呢 不是很稳定 没有好的工作 证明 进美国海关的时候 美国海关会 对她有诸多审查 所以她们会怀疑 开始觉得有问题了 所以她就有交战守则 第一个她会叫你什么 你要入境美国海关 做这样的工作的时候 你把你手机里面 一些不应该有的 这些什么漂漂亮亮的清凉 造什么东西删掉 手机要删掉之外 你的手机里面最好放一些呢 跟你在台湾一般正常 office lady 工作有关的图片呢 要把它放进去 你说怕海关到时候 检查她的手机 对 再来呢 你要把整个在美国 两个礼拜到一个月的旅游行程 都排好 甚至呢 有详细的旅游行程 网路上面的订房资料 都订好 该下订单的都下订单 机票都买好 旅游行程 记忆包都把它规划好 但你讲这些都是Amy 帮她们去安排好了 她把它都塞好之后呢 你就跟着我的交战守则 进去美国 这样就美国海关 就不会叼满了 那这样子就pass过关 进到美国了 我跟你讲 哇 果然真的是学霸 她的知识都花在这上面 真的是 不务正业 不务正业 那后来呢 就是被 整个被操了之后呢 才知道 哇 她这一个整个的崛起呢 算是台湾 在台湾的仲介台湾女子 而且重点是 还是被美国给抓到了以后 再到回来 我们台湾警政署才在开始处理 她是怎么被抓的呢 居然是呢 AIT通知台湾抓人 对 这太丢了 因为是美国人 美国警方美国海关 去发现不对劲 而抓出了她 他们美国海关 觉得这些人有问题 然后就进行自我 搜证完之后 因为他人在台湾 所以美国又不可能跨海 来这边抓人 就由AIT通知台湾警方 通知台湾警方抓他们 所以他们被抓呢 一开始被列为什么 现在被列为证人 为什么 因为当事人犯罪行为在海外 所以他变证人了 他现在是证人 那他不就脱罪了 现在不知道到底我们怎么判 因为 因为 虽然是台湾人 可是他的犯罪事实 跨国犯罪地 是在海外 所以这部分是有点 但他怎么样 整个卖淫集团 跨海卖淫集团 怎么样就是崛起了呢 跟大家来讲一下 他的这个崛起之路 他呢其实一开始呢 他跟他男朋友呢 小夕 是他自己先去美国 那边呢 就去美国那边 从事情势行业 后来发现了 这条路真的可以做 于是呢 他跟他男朋友小夕呢 就是学会之后呢 就自立门户 因为一开始 他们其实是 在一个姓唐的 一个男子底下 在他们下面做 他们在下面呢 结果他学会了整个一套之后呢 他们两个决定自立门户 离开他们的师傅的旗下 自己呢 就就这些小姐呢 去美国那边 从事情势行业 结果呢 就发现之后呢 唐信他们师傅呢 觉得说 你们这两个人 自己呢 就自立门户 被判 算是被判师们 对 于是呢 把他们抓起来 打一顿痛打 打到吐血 于是还要求 要求他们赔偿一百万 赔偿一百万之后呢 好 Amy呢 他就真的 就是开本票 要加汇款呢 也把一百万呢 就给了这信唐的男子 把人赎出来 因为被抓被打 付钱赶快了事 赶快脱身 付钱脱身之后 二话不讲 马上报警 报警之后就叫警方 把信唐的男子抓走 信唐的男子被抓了之后 哇 因为他就是 等于说打人 又是勒索钱 被抓了 他整盘美国生意呢 所以他被抓 整盘生意就没有办法做 所以Amy就整套全部接手了 于是呢 因为他没办法做之后呢 Amy整套接收了 他师父的当时留下所有地盘 因为他师父所有线头 该怎么做 全部他都一清二楚 所以他就原来变成了 他的地盘势力呢 就迅速地扩大 好 扩大之后呢 还有一个发生一个案外案 就是呢 信唐的这个Amy她师父呢 他被抓之后不能够把仲介台湾女子呢 到美国的就是美加地区呢 去做情色行业 于是呢 他就从外销转 就是从外销呢 就转就进口 什么叫外销转内销 外销转内销 就是从出口转进口 他就开始进口什么 他从国外开始进口了 他就进口了 进口东南亚的这些国家的小姐呢 他就弄了一个 类似八国联军的一个 就是跨国卖一集团 不是刚好政府现在最好在南向政策吗 也就是这样的开放啦 他的八国联军 不是什么英国八国不是啦 他的八国联军指的是呢 他旗下小姐什么越南 印尼啦 泰国啦 南八国 林森北路去看看嘛 就南八国 南八国联军 他呢 就后来他指导呢 就仲介 东南亚女子呢 来台湾从事情色行业 结果呢 因为是用 因为毒品的味道才太重了 结果 就是 被人家爆了之后呢 被警方被抓走 所以呢 他又被警方抓了 所以他真的是 算是蛮惨的啦 蛮惨 他跟艾米两个翻脸之后呢 就发现他的整个事业呢 就一直往下掉 后来 他现在他整个 行政帝国也被抓了 抓之后 现在瓦解了 所以是非常 非常惨的一个 一个坏人 不过大家知道 这个是不好的事情 不要选 而且你想想看 在现在的这个时候呢 这个台湾的这个 环境当中 有这些人这样子 在做这些情色行业 说实在话 真的是不好 警方真的要把这些人 真的是要把他抄掉 可是大家看喔 那艾米她们 这样子的一个情色集团 仲介台湾女子 跨国去卖淫 那这些她们都说 往中找一些什么 直播主啊 小摩啊 女生啊 辣妹 她们到底她们在那边 可以赚到多少钱 其实呢 消费行情表 网路上都流出 你是美国的 对 那美国呢 一小时的一万二 可是十收只有七千二 然后呢 包括有一万五的 十收只有八千五 而且她们是这样子 包括她们每个地区 收费不一样 因为根据当地的消费指数 消费意愿呢 会定不一样的价钱 所以 比如说到了加拿大 Toronto 跟Vancouver 大概一小时大概是九千二 那这样子看起来 比洛杉矶要比一些 可是当地被抽头 领到来只有四千八 被抽头还抽得更凶 抽得差不多快一半走了 对 而且她们不是只有美家 连西尼 美尔本 李斯坡 阿德雷德 澳洲也有 而且差不多也都是 一小时大概就是收个一万块 所以啊 现在时间到的时候 还是大家这种事情千万不要做 非凡的事情不要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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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